新加坡冠病病例激增,料更多人病倒,王以康部长提醒体弱者要戴口罩,未来几周预计会有更多人生病。 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以康表示,我国目前正经历新一波冠病高峰期,跟数周前相比,过去两周的每日病例已翻了一倍达到2000起,下来估计会有更多人生病。 他促进体弱者做好防御措施如戴口罩,以及定期接种疫苗。 据Baworld News报道,王以康部长10月6日在心理卫生学院出席飞跃之街康复中心和宁静康复中心开幕活动时说, 本地三周前的每日冠病病例约为1000起,近两周却上升到2000起, 75%的患者都是被奥密克隆亚型变异毒株XBB毒株的后代毒株EG5或EG5的子系HK三所感染。 王以康部长说,这也是本地自今年3月到5月发生感染高峰期以来的第二波感染潮。 不过,王以康强调,政府不打算实施任何管制措施,而是会把冠病视为地方流行病,与之共存。 毕竟,没有证据表明新变种毒株会比之前的其他变种毒株更容易引起严重疾病。 所有迹象都表明,目前的疫苗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使我们在感染新变异毒株后不会患上严重疾病。 尽管如此,王以康还是预警民众不要放松警惕,并指接下来几周预计会有更多人生病,到时住院人数可能会增加。 因此,年长人士或体弱者应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例如在人群立即的场所戴好口罩,以免被感染。 他也重申了定期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他表示,冠病病毒并没有变得比较温和,反而是人类因为接种了疫苗,或因为在确诊痊愈后产生抵抗力,所以更能抵御病毒入侵。 他鼓励所有人,尤其是年长者等高风险群体,每年都接种疫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关注新加坡之音。